好 各位小朋友好 首先我们先示范 横画的写法 首先在下笔的时候 要欲左还右 先逆笔 先从这边过来 轻按 按完以后 稍微提高 往右上方 轻带 收笔的时候 轻按 再提高 再轻切 再轻轻的收笔 好 我们再示范一遍 先从 轻按 这是起笔 中路的时候稍微把笔提高 后半段的时候 稍微轻按 再提高 切下来 再完成收笔的动作 那这个横线的 这个运行的这个方向 是从这边过来 这样子过来 好 那 字的外缘 就是俗称的字口 是方的 倾斜的 好像溜滑梯一样 那 体式呢 是左低 右高 要斜上 如此 才能造成这个线条的立体感 好 那紧接着我们再进行 三的写法 三 首先第一个横线 稍短 稍微往上稍微倾斜 好 第二笔 稍长 也是轻按 中间提高 再按一下 按 提 切 收 第三个横线 最长 好 然后做成一个 辅状 好 然后我们再示范一遍 轻按 稍底 按 提 切 收 第二个横线 稍长 第三个横线 最长 再收笔 那三次写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第一笔是做成仰状 稍微往上 第二笔 稍平 第三个横线是 辅状 那这三个横线 进行的方向 都不一样 如果说我们把它写成同一个方向的话 那这个字就失去了这个声器 接着呢 这三个横线的间隔 要大致相等 好 这样才会为成一个平衡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